1964年,服务员吴连登成为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员,主要负责管理毛主席的工资,从1952年开始,党和国家便正式将供给制改为新金制,当时的机关干部分为24个级别,一级只有毛泽东一人,每月工资为600元,在当时的中国,居民每月生活费大概在9元左右,如果能拿50元新资,便足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,毛主席的600元,在当时可谓顶级待遇, 然而仍旧常常不够话,饶时如此,他依旧在1958年提出24个级别中,只有自己领一级工资,非常不合适,于是将自己的工资降为三级,变为每月500元,进入60年代后,他再次向有关部门提出,将三级工资降为404.8元,直到1976年去世,这一工资都没有进行调整,那么,这404.8元,分别被吴连登用到了什么地方? 首先是固定支出,毛主席每月需要缴纳10元党费,另外,他虽为国家主席,但住所和家居都并非私人所有,每个月还要拿出80余元,用以支付水电费和地毯费,如果到了冬天,每个月还需要缴纳10余元的取暖费。 除开这部分固定支出外,毛主席每月还需要招待客人,这笔钱并不会报销,基本在100元左右,同时,他还要承担一家支主的责任,照顾女儿李敏,李勒,支付侄子毛远欣和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开支。 最开始,每人在15元左右,后来逐渐增加到30元,将其他杂事一同算上,每月开支已经达到了300元。 除开这一部分,毛主席还十分喜欢抽烟,喝茶也是一大爱好。 毛主席钟情于熊猫派香烟,常常一天能吸两三包,一个月烟前数十元补等。 到了70年代,毛主席迷恋上雪茄,他抽起雪茄来同样很猛,看书时一支接一支,消耗两堪比香烟,大量的吸烟给主席的肺部造成了严重损害。 晚年的他时常合作,医院检查之后,医生劝告他,尽量少抽,最好不抽。 作为战争事情一直持续下来的习惯,戒断谈何容易? 毛泽东一开始心心满满,几天后便十分难受,时不时抽出一支雪茄,放到鼻子下嗅一嗅。 几次想将其点燃,最终他心意横,将烟灰缸火柴盒全部收集,终于在1975年彻底告别香烟。 然而喝茶这一习惯,一直伴随着毛主席,直到去世,他每个月茶钱同样吓人,一般要拿出三十元工资, 用以支付一斤多,甚至两斤茶叶的开支,种种开支加在一起。 毛主席的工资往往入股付出,但他从来没有求助过江青。 江青作为主席夫人,工资并不低,担任文化出长时,月工资在一百元左右, 后来江青的工资待遇上调至行政九级,一个月收入达到二百四十三元,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,他直接将自己的工资升到行政领级, 每月领着三百四十二点三元,毛主席得知后勃然大怒,江青无奈,只好将工资调回九级。 然而在花费上,江青的工资常常一人挣,一人花,毛主席则是一人用, 好几个人花,每月四百多元根本不够,工资出现缺口,便从稿费里支取。 管理主席用度的吴灵灯在毛主席适事后回忆,主席的所有稿费加起来是一百二十四万, 这笔稿费中每年都有一笔巨额支出。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,时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张世昭曾借给毛泽东数百一元, 自主他的革命事业,这件事一直被毛主席记在心里。 新中国成立后,每年春节前,他都会派人从个人稿费中取出两千元, 送到张世昭手中,一直持续到张世昭在香港去世, 要取用毛主席的稿费,常常需要一系列繁复的程序, 这些稿费统一由中央办公厅专人处理,都要取用, 许心由吴连灯打出一份具体报告, 再经过毛主席签字,最后交给中办特惠室的正常修和钟子善。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,1972年,毛主席女儿李勒带下儿子, 当时他的工资只有几十元,不仅要吃穿用度, 还要买奶粉,请保姆每个月捉襟见肘。 然而毛主席早有规矩,他常说人民给了待遇, 就得自己安排生活,所以只要参加工作,他就不再补贴了。 李勒工作之后,也的确没有想父亲再要过一分钱, 但有了孩子生活压力陡然增加,他束手无策,又不好直接求助, 只好找到负责主席生活和安保工作的张耀茨。 张耀茨于是写了张纸条,请主席批准, 作为一个父亲,毛主席哪会眼睁睁看着女儿吃苦, 他摆一摆手,向张耀茨说道, 不要等批准了,我该给多少钱。 张耀茨哪能拿准具体数字,便说道, 这次开支不小,要几千块。 毛主席听后,直接从稿费中划出八千元, 吴连登并没有将这八千元全给李勒, 他交给李勒三千元, 剩下五千元以李勒的名义存入银行, 鉴于毛主席每个月开销路径实在太多, 工资常常不够, 吴连登不得不过一段时间变下他报告, 一条一条指出用度目标, 每当此时,毛主席忙不得摆手, 要他打住,随后划圈批准, 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补贴家用, 从1972年开始, 毛主席亲自批示给贺子珍、 蒋青、黎明也支取八千元做生货补贴, 这些钱也是从稿费中拿出的, 1979年, 毛主席去世时, 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方面的遗嘱, 只有痴迷的八万多册书籍, 这些书籍, 也是主席用稿费一一添置,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, 工资最高的不是毛主席, 许多对革命有功的民主人士, 工资都比伟人高, 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的李己申, 建国最初和毛主席一样, 拿的都是三级工资五百元, 但组织上考虑到李己申家中有二十多口人, 五百元难以负担如此庞大的开销, 于是特批李己申领双倍工资, 李己申一生三次遭国民党永远开除党籍, 为抗战进步和新中国建立出力颇多, 新中国成立后, 他和朱德、刘少奇、宋庆龄等人, 一同被邀请出任副主席一职, 虽然李己申每月工资一千元, 但和许多革命人一样, 这一千的工资常常不够花, 据女儿会议, 李己申不仅要供养家中二十几口人, 还时刻照拂着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兄弟, 与李己申一样同为副主席的宋庆龄, 工资同样比毛主席高, 他的工资虽然和毛主席一样是五百元, 但每月都有额外三百元的活动经费,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, 陈云主动提议, 领导人将工资适当降低, 与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, 毛主席带头把工资降为了四百零四点八元, 只是叶喜孙的工资也在毛主席之上, 他固定工资是每月三百六十元, 但中科院用每月补贴一百元, 当时月薪最高的要数梅兰芳, 梅兰芳在新中国成立后, 将戏院送出, 用于公司合营, 关按他每一幕戏的收入, 计算他的月薪, 作为四大名单之首, 梅兰芳可谓真正靠本事吃饭, 两次降薪之后, 工资依旧有两千一百元, 周总理最初工资在行政二级, 他的妻子邓颖超工资够资格算到行政三级, 然而邓大姐在和总理商量后, 将工资降为行政五级,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, 邓颖超又将工资降为行政六级, 两人月薪加起来为七百四十七点五元, 这工资在当时虽然不低, 但完全不够各种开支, 由于需要处理外交事业, 总理工资大部分都用到了请客吃饭, 市场还需要找邓大姐接济, 一次周恩来开完会照例要请大家吃饭, 邓颖超开完笑说, 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, 你请客是吃我的, 别以为是吃你的, 周总理听后哈哈一笑, 还是照理请客, 只不过后来请客都会加上一句, 今天是邓大姐请你们的, 我是康大姐之凯, 总理工资一般全部交给司机杨金铭保管, 但每一笔他都会留心, 特别是对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, 周总理十分敏感, 一天他突然将杨金铭交到家中, 严肃地问他收支情况, 杨金铭拿着笔记报起了账, 总理听到盐一毛五分一斤后连忙喊停, 买盐多花了一分钱, 杨金铭解释说, 这是北京市卫生局为了预防市民患大脖子病, 对食用盐加了点, 所以才涨了价, 总理这才放下心来, 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, 不能随意涨价,